好 豪哥出現了 看這個袋子 應該 就知道了 對 是哪個城市呢 哪個城市 其實我本來為了要 慶祝新州勇士隊 今年拿下NBA總冠軍 你不是本來不看的嗎 蛤 你不是都在看足球的 我在看足球 但是 新州勇士隊贏了 其實我也很開心 我是 我不是像你一樣 這麼熱血的球迷 但是我是隱姓球迷 隱姓球迷 隱姓球迷 就是用那個現金支持的 對 好吧 結果 很可惜他沒有貨 那我知道 那我知道 選了另外一個我很喜歡的城市 因為 我們好像拍過洛杉磯嘛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洛杉磯 其實我也沒有在管香調 我就是看那個我喜歡的城市 我就買了 好 那今天這是哪個城市 今天當然就是來一個歐洲的柏林 柏林 就是去年推出的新鄉 德國的柏林 德國柏林 對 好 那你這個是全新還沒開過 全新的啊 就在鏡頭前開 開箱就對了 沒有關係啊 非常的豪邁 柏林 來 它這個為了讓你蒐集全部整套 你看弄得跟車票一樣 然後柏林就打卡 打一個卡 對對對 哇我也是學到了 所以如果你蒐集其他城市 它就一直打 一直撿下去 一直撿票 像火車票這樣 對 柏林 有打卡了 好 所以這一排就全部都是城市 這一次的城市名稱 對對對 那他請問一下 城市它是一直每一年會更換嗎 沒有耶 沒有 它是固定的 其實城市箱是 如果在柏林 這個不用特別要9月1號 它是長年的銷售 如果比如說東京10號 它在東京 它會一直是常賣款 但是其他城市的 香油 想要買這個城市箱之後 就只能在9月1號的時候 每年9月1號的時候 我知道了 柏林固定就是在柏林賣它的 這一個號碼 對不對 在柏林就不用9月1號買 你365天 任何時刻都可以買 對 那只是它彼此城市的交流 可能是在9月1號 對 是全球 然後它把 匯率全部都鎖好 它怕你用匯差去 對 造成這個價差 所以它 亞斯蘭黛因為是個跨國 非常大的化妝品基端 它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 很聰明耶 它才把全球價格調成一致 全球價格調成一致 真的很有創意 對 不得不佩服它 其實是 對啊 對 其實是什麼 其實它滿會撈的 對 很有行銷的腦袋我覺得 好啦 來我們試試看 就 工業封著香水 你看盒子也是這種 對 那你可以幫我們介紹 柏林這一支 它是什麼樣的味道嗎 它基本上它也是個 那個小幫手 馬上衝過來 它是個 去年才出的新香 去年才出的新香 那 那就上面有 你看一下 它就是 這50ml就要1萬多啦 10900 超級喔 哇 常年它是 365天從來不打折 對 上面有我的名字 很酷耶 上面有什麼 Mr.How 劉建國 你不用特別用這個 劉建國 對 來 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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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幾乎可以 我們可以稱它為歐洲的首都 以德國在歐洲的領事 對不對 對 柏林 我當時記憶最深就是柏林圍牆 沒錯 那上個禮拜 升格東西 造成 東西的統一契機的大人物 叫哥巴喬夫 也去世了 也去世 哇特別有紀念意義 對 哇 來來來 哇你這一摸 你說怎麼樣 沒有這有點貴 對 貴 哇檸檬清新的 飄散出來喔 有沒有柏林的味道我不知道啦 因為像有一些 什麼城市 有春天的味道 城市香啊有沒有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 大家都跑過來了 它有一種 春天 柑橘明亮鮮豔顏色 橘色 黃色 或者是亮色 白色 或者是比較明亮快樂的色系 它都一次飄散出來 我有聞到醬耶 我們馬上就聞到醬的味道 但它沒有那個 引一學有這麼 這麼強烈的那個 老醬的味道 它是 嫩醬吧 是 那 你有沒有感覺 它有 它的學名 但是因為字有點小 我有點老花也 香圓 香圓 清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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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圓啊 清圓啊 就是那個香圓的那個圓 清圓喔 墓在一個巨圓 對對對 可能有的這個代表的就是柏林的那種公園 有沒有公園 公園 對公園 公園 清清的味道 柏林沒有柏林沒去過 對沒有經過 德國有去過沒有去過 德國 德國有去過 但是柏林沒去 對 你是走南邊喔 去慕尼黑 對啊 一般都走南邊嘛 然後去那個B&W 不然還很去哪裡 你是不是想參加啤酒節 但是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天天喝到醉 對啊 啤酒跟豬腳 去個九天醉五天 對啊 聽說那個啤酒是那麼 其實我也想去啦 我這是 我覺得要啦 因為以前我都覺得 我必須老實說 因為我都覺得 反正只要有錢 任何時間都可以出國 是 但是經過這三年的疫情 我真的覺得 真的人生苦短 只要能去就趕快去 對對對 把握時間 因為我們又空轉了兩年了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國外的機票爆貴 英國的通貨膨脹18% 你可以想像18%嗎 台灣你還沒感覺喔 意思就是說 你本來買一個麵包 如果買一個100塊東西的話 變成120塊來買 對 那就有差了喔 然後我今天去拿的時候 就特別正好就是看到 它 原來就是我們之前有那個 透明標 它當場就撕給你看 然後這個馬上就打出來 然後就直接貼上去 它就有一張紙卡 問你說上面你要填什麼 他說可以填23個字 中英文都可以 那我就說 那就用英文字母好 我就填一填 馬上就出來了 然後它把那個 透明標撕掉 然後把殘膠弄掉 然後就直接把紙標貼上去 OK 所以本來它是沒有這個 本來的這個都在電子面貼的 後來才貼上去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你買到所謂的透明標 其實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對 對這個之前我們也有 剛開始賣這個 雷拉伯的時候 也有客戶問我們說 為什麼是透明標 不是人家看到照片上的 那個是專櫃上的作業 對 現場你直接進口到的 都是透明標的 那是因為為了個人 訂製你的名字上去 才現場立刻打出來的 對 好來 那這一支 可不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你現在前調 聞到是什麼樣的感覺 真的是香圓 香圓 香圓 香圓的味道 它的香圓 香圓就有一點 柑橘調 對不對 雷拉伯的香水它有一個特點 我必須講真的 就是我 我很少買雷拉伯 是因為 我覺得雷拉伯的香水是給人家聞的 給其他人聞的 不是給自己聞的 我們大部分買的香水 大部分都是給自己聞的 所以我們會噴在耳後 就自己聞到就好 讓它擴散不要這麼強 但雷拉伯很奇怪 他們是給對方聞的 因為對方聞到都會說好聞 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雷拉伯真的是 給別人聞的一個香水 香水有分兩種 一種是給自己聞的 一種是 給別人聞的 給別人聞的 但我覺得雷拉伯厲害的是 給自己或給別人都好聞 我自己對這個品牌評價 對對對 那像這一隻 我覺得自己用 心情也會非常的愉快 非常的跳躍 就像我剛剛說的 顏色一切都是明亮的 而且我那一看出去 就很像那個 倒個玻璃 很像這個卡通 做的這個飛毯 然後速度算是有快的 然後經過了一大片這個花園草原 而且都是黃色系的 就非常跳躍的顏色 明亮鮮豔 那心情也會隨之 就是非常的愉快 非常的這個快樂的心情 它是一隻 對會讓人家心情愉悅 就是欸 你可以講春天快到了 是啊 就春天 開始百花齊放 就是冬意 開始慢慢削減的時候 開始萬物復甦的味道 有這個感覺 對不對萬物復甦的味道 是 那你自己 剛剛我們第一次打開 第一次聞到嘛 對不對 你在現場有聞嗎 你在專櫃也有聞嗎 因為它那時候要賣試管嘛 所以它不讓你聞啦 所以它讓你 聞試指而已 其實試指 我必須老實說 還是有差啦 對跟你上了皮膚之後 真的還是有不小的差別 所以其實 我去試香的時候 如果 那個專櫃的工作同仁說 那個紙你可以帶回去 通常我不帶的 因為那個味道 其實跟你噴到皮膚上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也不一樣 時間越長 差距越大 我個人覺得真的是這樣 是 就是你還是要 我啦 我自己是做好功課去 然後 噴紙聞一次 然後請它 你真的要的時候 就噴 噴 就上皮聞一次 是 但前提是你要做好功課 不然如果你像上皮很多 其實那味道就混亂掉了 對 好那這一支 你覺得男生 適合用在什麼樣的場合 或者是 什麼樣的衣著呢 你覺得它偏男或女 我覺得這個味道很中性耶 真的非常中性 對 真的非常中性 這個我覺得不限 這個我覺得不限 不限 它是個讓人 聞起來就是愉悅的味道 對不對 就是 春意開始復甦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都會讓人家覺得 心情輕鬆的味道 會讓人家覺得心情好的味道 就算你今天非常不順利 但聞到這個味道 你會覺得 是不是調整一下心情 我們再出發 對不對 是 那我自己覺得 他非常合適 用在 你今天要 跟朋友見面 或者是你喜歡的這個對象 你跟他出去約會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支 非常能夠代表你的心情 跟你 想要看到他的這種 迫不及待的呈現 因為 假如你要跟喜歡的人 見面的時候 你一定準備非常多嘛 你一定心情是很愉快的嘛 對不對 你一定是很急著 奇怪這個時間怎麼沒到嘛 可是你已經準備好到現場 要去等他碰面了對不對 那這個味道就有表達出 這種兩個喜歡的人 要互相見面的這種期待感 我覺得非常適合用在 約會講 像你說的 他是一個富有朝氣的味道 對不對 富有朝氣的味道 對 給人家一個正向健康的味道 有有有 你聽我的聲調就知道 我有受這一支 香水振奮人心的這種影響 聞了心情非常愉快 好不好 那個 那兩個噴都噴了 然後也都不講話 對啊 就給我走掉 然後也不講兩句話 就讓我這個 繼續 繼續在那邊 對啊 再給我裝盲 噴的時候就不會裝盲 噴的時候就 自己就靠近了 至少要跟我講兩句話 是不是 好 就舉個這一支柏林 給你什麼感覺 我覺得還滿有夏天的味道 味道的感覺 就是在柑橘調 是 對啊 你覺得是夏天 其實感覺滿適合運動後用 喔 運動後 就是你去玩健身房 是嗎 類似之後再用 就流汗清潔完之後用 感覺還滿 有一種那種 健身房的習慣的人 是說的跟我們就不太一樣 對 我們就只能講公園 我們沒有習慣 我們就 我們就只能講講公園 對 對 因為老人家多半都去公園 對 公園健身這樣 對 都去公園散步 對 所以對公園的味道 特別有記憶 是 有啊那個 果樹啊 果樹 果樹 好 它的香調我們介紹一下 果樹下的味道這樣 對 好聞 其實還滿單純的耶 OK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很單純 欸 香圓 中調生薑 就你說的生薑 那基調是木質元素 色香跟龍鹹香 哇這不是我最愛的味道 是是是 然後有一點龍鹹香的那個味 尾巴有那個味道 有一點稍微鹹鹹的 一點點鹹鹹的 是 我一直以為是我早上噴的綠茶 海地香跟草味道 原來是它裡面也有 也有龍鹹香的 嗯 欸你越來越專業了 對啊 好 那個 還沒有講 對 那個給我裝死 對 Jelly 它這幾天吃了很多的月餅了 真的喔 沒有 看起來像吃很多月餅 沒有沒有沒有 超瘦的 更加紫片人了 現在超強的 對啊 我覺得很有那個夏日海風的那個香味 它是不是在德國有靠海嗎 柏林沒有 沒有 但我覺得它有一點點那種就是在 夏日海風 對 輕飄飄的 然後有帶著一點 柑橘雞尾酒的感覺 柑橘雞尾酒 對 滿開心的元素 是啊 然後它的那個薑的感覺 會讓人家感覺有一點變化 不會只有柑橘的那種單調的感覺 嗯 很舒服的厚調 它是一個柑橘辛辣調 因為有薑 柑橘辛辣調 我覺得這個即便在悶熱的程式裡面用這一支的話 也都能夠滿呈現它的輕輕跳輕透的感覺 輕跳我 我說的是輕跳我 是非常有跳躍韻律的 對 朝氣 是不是 對 OK 好那我們前調大概也先說了 使用的時機點跟衣著 衣著 衣著你有講嗎 我覺得輕鬆的很難 衣著沒有講 但是因為衣著我覺得 不管是你工作還是休閒 但是晚上可能稍微不太適合一點 晚上還是要 如果你有夜場的 OK 對不對 這個太輕心了 不是輕心 它不淡 我覺得它不淡 它不淡 它是 但是它心情是跳躍 我覺得晚上下班 就是你很想逃離現在的工作 下班之後 我覺得也很合適 可以啦 可以啦 自然你是去健康的休閒場的時候就可以 是 OK 好來 那我們回頭再來講這一支 柏林的厚吊 沒問題 拜拜 好的 雷拉寶城市縣令版 37號 柏林 37號 柏林 厚吊現在到哪兒了 那個榮鹹香 再加著色香 再加著舒服的木石條 讓它變成一支 非常出色的香水 不管是自己聞 還是 對方聞到 你的同事朋友家人聞到 對 都是一支非常非常有質感的 高級香水 嗯 我滿意外的 因為 其實雷拉寶 我 這幾次聞下來 都會認為 它其實 就這樣 對 前後調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我跟你講這一支卻有耶 這一支從 本來很happy的這種柑橘 非常的活躍跳躍 突然轉入了色香龍鹹香的性感 對 迷人 對 這種 木質香調 色香龍鹹香 都一直是一個最經典 就跟你的十三 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對 對 它只是沒有十三這麼 這麼龍鹹 就比較鹹一點 因為那個龍鹹香是稍微帶一點鹹它 但是這個因為前面加了柑橘調嘛 就是有薑 那有香圓去做一個調配 所以你一開始可能會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柑橘調香 其實 不是這樣的 對 不是這樣的 而且我滿喜歡它現在帶著一些性感 那我也可以聞到有一點點 些微的綠綠的草調在這裡面 我不曉得 對 豪哥有沒有聞到 但是我是有這樣子感受到 就是性感深邃 然後迷人 特別好像從白天轉到晚上的 錄夜的這種 時刻啦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想說 因為我有買22號嘛 我沒有拍過片嘛 對不對 那個 以前我們都叫佛手乾 現在要改名叫做香檸檬 對 要替它證明 香檸檬 香檸檬 對 那其實雷拉伯的柑橘調一直都做得很棒 都做得很棒 而且還非常有層次 嗯 那 我在想它之所以貴 當然 它CP值我必須承認還是非常低 對 它有可能是一個收藏 這個香味是很實用的 但這個價格實在是不太適合實用 對啊 對 這樣要 10900 那我想這個價錢真的是太貴了 對 所以 香味是好的 但是價錢非常不OK 我必須老實說 對 但是如果一年就這麼一次 偶爾買一支就 就算了 對啊 如果你一年只打算買一支 那這一支 應該是可以的 難怪它馬上就衝到城市鄉的那個 聽說已經是幹掉了東京 喔真的喔 對 因為東京一直是最有名的嘛 因為就是那個 因為我們地緣關係跟這個日本很寧靜嘛 所以大家滿喜歡這個 有受一些文化的影響 對不對 那但是柏林是用味道取勝的喔 對 柏林是用味道取勝的 對 那它是一個 因為它是一支新香啦 所以它 給人家真的是一個清新舒服的味道 而且是很難 很難碰到類似的味道 因為前面一直走到現在 真的還滿少見的啦 畢竟說還滿少見的 OK 好 那你這一支 到現在 厚調應該也跟前調有點不同 對吧 因為龍銜香 色香 木質元素出來了嘛 把前面的柑橘調已經慢慢慢慢慢慢 揉掉了 對 推下去了 OK 那你要評分了嗎 對對對 8分 喔你給它8分 對我給它8分 那為什麼給它8分呢 最主要是售價還是太貴了 對 對 那你覺得應該多少 我都流著眼淚 我都流 蛤 你買了那麼多 很少賢貴 對啊 這個真的是有點貴 對 因為它有50ml而已嘛 對不對 它有100ml 100ml要16500 哇 真的是我們沒有買過這麼貴的 對啊 我這時候我大概買過最貴的50ml 對 對 那連豪哥都會嫌貴的香水 你覺得 這香味是很OK啦 但是就是偏貴嘛 對 真的太貴了 好不好 那對於藝術我們就不給它一個 其實它是很實用的味道 它沒有什麼 是啊 太什麼收藏 但是如果你賺在一年就只能買一次 而且就9月1號可以買 對 這個角度就勉強算了 對 對 但是我還是覺得8分是因為太貴了 OK 你問我多少錢 出以二吧 蛤 出以二 我本來想要pass這一題了 你還是把它講起來 對 我覺得出以二 對 好 對 那如果我們不看價錢 光純粹味道的欣賞 你會給它幾分 9分吧 9分 9分 了解 什麼調性勒 木質料 因為蕾拉伯其實有的 對我 大部分對我來講 講真的不是我的菜 因為它就是那種偏文青 然後就比較溫柔一點的味道 對 沒有這種霸氣 然後兇悍的味道 所以 正常來講我不會買 但是因為就想說 反正就一年一次就 買個一瓶 就 就當做收藏 因為我們 我大概只會買三瓶 一瓶就是薄梨 因為我最喜歡的城市其實是柏林 OK 因為那是一個 自然非常良好的地方 是 那又有人文繪翠 再來就是 洛杉磯跟你的 金州勇士 對 金州勇士 我只會買這三個 其他我就不會再買了 是 好 剩下一瓶留給明年啦 不然明年要買什麼 明年我們再來拍下一支 明年那正好 如果又是金州勇士隊 拿下冠軍 那當然 是 就把它買起來 就把它買起來 好 如果二連爆我真的買 我真的 不然這樣我真的把它買起來 好不好 買一百瓶 好 一百瓶 一百瓶 好啦 好 那我 我會把它定調在 柑橘木質 這樣 這樣可以吧 對 有啦有像 好 那我會給它九分 你會給它九分 我會給它九分 因為錢不是我花的嘛 所以我沒有那種痛感 對 比較可以客觀的講 是 那 它 當然我覺得雷拉寶 能夠有今天這一支 37號的變化 我覺得是少見的 通常是一鏡到底的味道 對不對 那這一支居然有前後調的不同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那 但是也在聞過那麼多的 這個沙龍香裡面 我覺得它的變化性其實沒有其他支來的 對 這麼的活潑跳躍 對 那就是照著文青 這個 一致的 內斂的味道 對 這個內斂的味道 文青就是它比較 一致性啦 比較不會有給你出意外的這種狀況 對吧 它真的給人家一種如木春風的味道 但是沒有任何侵略性 沒有任何爆炸性 也沒有任何暴力 對 就是這種舒舒服服的味道 對 OK 好 所以 那個兩位給它幾分 37號 柏林 9分 一個8分一個9分 一個8分一個9分 那個8分以後不要再噴它了 對 因為不是花它的錢 對 因為不是花它的錢 對 應該30秒就叫它 它翹翹來拍 因為 我發現喔 它的眼鏡最適合 演繹這支香水 對不對 文青 OK 好 那非常謝謝豪哥 今天幫我們介紹這支 雷拉伯的 城市限定版 對 37號 柏林 拜拜